喂,刚才那个有点,然后很多人都给我发,就发截图都发到群里边了,然后看到那个,他有冲自己是这个那个的,也是说就是他的身份很多种,然后基本上都是加人家威胁,然后问人家最近干嘛,有过什么东西,然后就就就一片这个资源,就是我甚至怀疑啊,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,帮别人真的去促成了某些事后,从中可能获取。 如果假设说,如果假设说是一个一百万的活的话,一般像这个行规,经常能百分之十的提升,大概是这个样子,然后呢,这个事儿其实,从我们后来查他在酒店的监控是,我是三点整点他的,然后他四点多的时候就退房走了,然后就退房走了,然后, 然后,现在具体人在哪里也不知道,因为也有人,有能量的,有有有有方法的,这些我们的群友啊,也是查了一些信息,就是没有没有乘坐飞机,也没有乘坐火车,就是证明这个人貌似现在还在重新,这是一个信息。第二个信息是,就是他自己本人的身份证跟电话号码, 是他自己本人的,是一个非常干净,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东西,就基本上也没怎么用过。他的假冒的四件套,就是他的假银行卡,假手机号,假身份证跟假厨房,基本上是经常会用的,经常都会用。 然后,再一个就是,他在10月份的时候,说是7月份的时候,在一个区里边家里一个小姑娘,北京的,那姑娘是做courser的,长得还挺漂亮。 然后呢,7月到10月之间,疯狂的每天给人家买买茶,买甜品,就对人家很照顾,然后10月份他俩就人家在一起了,就在一起了。 然后这姑娘呢,跟他应该谈的有一个月吧,就11月的时候,这姑娘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,就是全方位造假,这个生活的履历造假。 她说她是北京人,那实际上她内蒙人,这是第一个造假,第二个是觉得她那个学历也造假,因为她对外的学历说她是,香港大学毕业,又在剑桥读书。 刚才那个,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,然后那个,我说哪了呀? 那姑娘,那姑娘就觉得,对,然后说她是这个,这个确实是学历,学历也造假,这个,而且还骗这个姑娘说是在北京里有个套豪宅。 但是呢,因为离北京市区比较远,叫什么西山什么什么,但是因为这个离这个北京,离她家的比较远,所以她就会把她的一些行李,经常出差用的一些行李,包括一些拿的东西放在女孩家里。 我采访的姑娘的时候,我问她,我说那你,实质性的,你跟这个谁在一块的时候,是不是,这个有没有吃过亏啊? 这姑娘说她是一个,这个拒绝婚前性行为的人,知道吗?我也信了吗? 那还是很有这个这个,没问题,我觉得还是挺出色的一个。 可以,然后我就问她,我说那你看到这个,她自杀的这个视频的时候,你第一反应是什么? 我讲说关我屁事,然后她说是,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卖惨的人,因为这新加花,她的朋友圈经常是会去写她跟她妈的事,她说她妈好像去世了,就让我感觉这哥们就是一大笑子。 那实际上,正常的人,谁会没事去冲圈罚这些东西呢?就是你偶尔记事啊,或者是肢力的,你去缅罚一下OK,但是你天天就去罚这个人,觉得就, 这太刻意了。很奇怪。 对对对,然后呢,而且这人也,所有人都感觉这人神神道道道,就是,感觉就是,属于那种,好像精神上不是很正常的那种感觉。 而且我就问她的前女友,那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她就说,非常喜欢卖惨,非常的,给别人说,都说是,她这边找一女朋友,要结婚了。 那女朋友的她妈觉得,就未来的丈夫娘,觉得她这没有车,没有房,然后她说她有,只是离得远。 坏了。 突然这姑娘觉得,她这个问题太重了,各种造假,学历造假,履历造假,然后她的身份,身份也造假,然后就跟她分手了,就跟她分手了。 后来我们其实也分析了一下,她为什么那天晚上突然要跟二? 但是因为还有好多人年关了,因为她要钱,毕竟,这个别人要三千五千的这种借钱,她骗不下去了。 如果那么一个,所以她如果来个自杀的话,假设说如果是你的,假设说我为你借钱,借个三千块钱。 然后在我这边今天自杀了,你说了三千块钱,你这一道神,你肯定不会被我们要了,对吧? 当玩脱了。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分析,就是她可能是这个,哥伴这个是给部分人去可见了,结果她可能点错了。 她可能点错了。 所以这个被全部人都给看到了。 而看到关键是帮她报警的人里面,不单单只是有这个行业里的一些边缘性的这些人士,而是有很多这种真正的老板。 首先跟我这个报警的那个,首先那个老哥那个太后。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 他也会在报警。 他也是在帮着,帮着在报警。 所以就说他真的是用他的手段上骗了好多人的信任。 所以就肯定是要打他的。 可以。 对。 感谢。 感谢。 没事。 然后现在是这样,我也想借你这个节目去问一下我们这些所有的观众。 首先第一点,电竞行业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,好像片子就比较多啊,之类的。 是,混圈子就不多,但是真正的片子还是比较少的。 因为你看夏娃这个角色其实在其他行业还是很多的,包括科技圈什么什么,其他的这个其他行业可能更多。 只是电竞行圈都比较活跃,而且这个信息扩散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,广度也比较广。 然后一看这个立马就被这个行业里面就有人就去转载啊,去复发。 其实真正的那个圈子,真正的还是追求作品跟追求能力跟追求整个这个假日观,正向下日观的一个行业。 是的。 然后想的好像就是一个好像限制比较多这种。 但我们这个有些时候说片子多这个事,有些时候也是一个自嘲吧。 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多多说话还是一个正向的行业吧。 大概大概我觉得想说就是这一点。 就很希望这些行业发展这么长时间,中国电竞也是中国人时差火焰钢吧。 这事也是有一代的大师领着我往前走。 他们也有这种每个行业它也有各种这样的问题。 但是我不能以为下方这一个事就银定一个行业这样才能发出来。 没错没错。 好,那就先感谢张老师吧。 这节目大概是周六发出来吧。 应该是周六发出来。 好嘞好嘞好嘞。 辛苦辛苦辛苦。 好,感谢。 那这么着吧。 拜拜。